正所谓不读华言 不知佛家之富贵 华言经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 现今世界常常为了少少的事 就你争我斗 自私自利 都是因为不能摆脱这个我治的重重困扰 而被这个我治捆绑 这一切都反映在我们居住的世界 这些情况亦能够影响山河大地 导致近年来的天灾和火 史伤无数 要改变我们的贡业 必须大家一起努力 根据华言经的教导 去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藉由大众熏修的力量 在经典里面说 大众熏修西圣境 实地菩萨顿操无难事 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 要修持到成佛 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藉由大家一起共修的力量 其实这成佛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 那在这个时代 大家的精进的心 大家的时间 并不是拥有那么多 所以我们圆道禅院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有精进共修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把本来应该要维持连续两周的时间 整整14天的一个法会 我们把它做一个巧妙的安排 分割成为13天 那在这个每年的年底 每一个礼拜 来做一天的颂词 让大家在这个假日闲鱼的时间呢 还有可以来精进共修的机会 不读华严经 不知佛法之富贵 此生有机会能够送此一遍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应该以一颗平静的心 来读送华严经 使自己的烦恼与无名消失 十方新闻 国一文 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